我約五星的詩詞 一段本編的歌曲 可能 五三三三的歌曲 一段本編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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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留下許多經典台語歌曲的 93歲國寶歌王雲夏 六日晚上在睡夢中辭世 安息禮拜的時間安排在 15日上午9點於第一賓館舉行 六日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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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開心嗎? 很開心 1928年出生於台南 21歲就創作出人生第一首台語歌曲 台語妻子文襄曾以四人組之姿 組成全台最早的流行樂團 文夏四姐妹合唱團 除了唱歌文夏曾在1962到1972年間 先後拍了11部台語電影 更開啟隨便登台唱歌的熱潮 有意思 你有意思 你是什麼人 我這個阿君 文夏是台灣歌壇 劉士蘭不要再久的歌手 曾貫入超過1200首台語歌 這幾年也常常扮演唱會 與歌迷見面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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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我 美女唱我 唱的是傳播的知影 唱的是傳播的知影 有愛的目線是眼神唱 然后就在2019年 发生了件震惊社会的新闻 文霞现在就住在台北市大同区 这间安养中心 原来上个月12号 文霞感冒到马街医院住院 请了一名看护 13号妻子文香发现 看护熟税将她解雇 15号因为文霞一直叫不醒 紧急咽尿才发现身体里 居然有大麻一粒棉等反应 文霞整整昏睡5天 家属提出告诉 目前掌握她的身份 我们会尽数通知她 道案来说明 她不知道她睡那么多天 但是我没有跟她说 她身体里面有毒品还原 这个我没有跟她讲 不敢跟她讲 该抗护最后因罪证不足不起诉 文霞则是经过这场大病后 身高158公分的她 体重只剩25公斤 好在经过安养院细心调养后 最后增胖到42公斤左右 去年也开心欢庆93岁生日 听道 Authent、变、变、变、便 koy、攻又回探 ні masih不足的外壤 自己ography、变、鞭、变、ほ expanding 新たな、宇 abruptly DW、变、变、别再延解 穩欠你、只是 cidade、思想、变、儒 scalesket、 Ahora梅 nacional floodingを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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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南方的 北海的姑娘 出生于日剧时代的文夏 对台湾音乐贡献良多 他整理了日本曲及台湾作曲家 在日剧时代的创作 重新编曲翻帐 用文字写下对家乡的思念 歌曲反映出多数台湾人的心声 过去几年 他也与许多年轻一辈的歌手合作 与晨深和董事长乐团等 都成为忘年之交 文夏用他一声奉献给台湾音乐 相信所有被他强劲生命力 所鼓励的人们 都将永远感佩与怀念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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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欣修得大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